再来我们最后谈到这个态度决定生命的一个高度 我想这个话我们可能平常我们都听过这种话 因为生命当中我们人生的一个成就 绝对不在你的课业的分数有多高 也不是在你的外表长得是否一表人才 也不是在于说你的家境环境有多好 不是而是很大的部分在哪里 在于我们的一个态度 我们都渴望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的生命的高度能够很高 我们生命能够很高 但这生命的高度有多高 你看得多远 能够高瞻远瞩 有赖于怎么样 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好 那我们看 这个纸张曾经问老师 这个甘就是求的意思 甘露就是说老师怎么样找到一份怎么样 好一份工作 对不对 这个在现在我们职场上很多人常常在问这个问题 那看如果这个问题回到两千多年的时候 也一样有孔子的弟子在问老师 老师 怎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那我们看孔子这个回答 很细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别 他说 多闻缺余 圣言其余 则寡有 多见缺带 圣言其余 则寡会 言寡有 心寡会 怎么样 露在其中 露就在这个地方 那孔子怎么说 多闻缺余 第一个他叫你要多闻 多听啊 多看 多参 多看书 多听演讲 多听听别人怎么说 但是你在你的 在你的听闻当中 你不可能每个东西你都接受 你会不会有怀疑的地方 会不会 一定会不会有怀疑的地方 你可能相信六成 你有四成你不相信 孔子说怎么办 难道都不要去做吗 不是 孔子说怎么样 你把你相信的地方怎么样 说出来就好了 你把你四分不相信 你暂时保留 你也不要去批判 你不要去批判 你就保留 你把你相信的地方 讲出来 而且孔子讲 那个态度要怎么去讲 圣言 即使你相信 你还是要用一种 谨慎的态度 去把它讲出来 他说这样子讲的话怎么样 你就会 寡游 就会少犯错 你就会少犯错 就减少犯错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多见切带 多看 多看 然后呢 把你怎么样 觉得有危险的 你没有把握的怎么样 你把它放到一边 你把你有把握 有信心的怎么样 你把它做出来 而且怎么去做 一样用一种 谨慎的态度 把它做出来 把它做出来 那做出来的时候 孔子说怎么样 因为你做的事 你有把握的 有信心的 而且你用很谨慎的态度 把它做出来的结果 一定会怎么样 刮悔 怎么叫刮悔 你就少后悔 那孔子说 少犯错 少后悔 孔子说 什么东西丁就在里面 路就在这里面 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 我们常在新闻媒体 常常看到 很多官员 因为一句话怎么样 下台了 有没有注意到 讲了一句 错误的一句话 他就下台了 一个错误的策略 就下台了 这个位置保不保 位置就不保了 所以孔子在这边 告诉我们 纸张问他 怎么找这份好工作 如果说回到 我们现在来讲 怎么找到好工作 我们可能会 怎么回答这个学生 哎呀 履历表要怎么写啊 是不是 去面试的时候 服装要怎么穿 是不是 面谈的时候 面谈的技巧 要怎么做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不是 很多部分是 强调在这个部分 孔子不讲这东西 孔子讲什么 讲你的态度 讲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不好 即使让你到 这个公司里面去 即使让你到 这个公司里面去 你待得久吗 你未必待得久 你看孔子这句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我常常 自我勉励 在我人生生命当中 我常常用这句话 来勉励自己 他说不患无味 患所有地 不患莫及之 求为可失业 什么意思 不怕没有位置 我们人生常常 很怕怎么样 他比别人 晚出这个社会 希望总是 早点出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上怎么样 早上立足 早点找到自己的位置 是不是 但是孔子告诉我们 你不要担心 自己没有那个位置 很多人想说 赶快能够 升这个厂长 升这个经理 升这个总经理 总是念之在之 希望自己赶快 能够升官发财 孔子说 你不要去担心 这个东西 你要担心什么事情 你要担心你自己 有没有能力 站在那个位置上 你有没有能力 站在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 我常问我们学生 今天给你当总统 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 一辈子不是希望 往上爬吗 我都建议给你 马上给你当总统 你去当 有能力当总统吗 一定没有能力 去当这个总统 就像一棵树一样 树大必然怎么样 必然招风 必然招风 就得高必然回来 人霸出名 猪霸肥啊 你一旦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怎么样 不要忘记 高处怎么样 不深寒 你有没有那个能耐 能够受这个风寒 如果你不能这个能耐 受这个风寒 你不能这个能耐 受到这个大风的 怎么样 吹息的时候 你可能会倒掉 你可能会倒掉 所以在你想要那个位置 你想成名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问问自己 你扎的根 扎的深 不够深 先问自己 某部分空子告诉我 怎么去 不换莫几只 你不要担心 别人不知道你 求为一可思议 你要去问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去追求 内在那个德性 你有没有那个财德 有的那个财德 你今天才能够站在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有个很大的迷思 什么迷思 我们有个所谓的得到的迷思 希望早点得到 这是不要忘记的 得到不代表你能够拥有那个东西 得到不代表拥有 拥有不代表很有 所以很多人急得怎么样 谈感情 谈感情急得结婚 他忘记了 你结了婚难道 这代表真的把对方套牢了吗 你真的把对方套牢了吗 你用了这个钱 你真的 能够怎么样 去活用这份钱吗 所以很多人 拥有这笔钱之后 反而变成钱的奴隶啊 他反而被钱主宰了 所以我们常常得到的 不代表你真的拥有那个东西哦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拥有的东西 我们先想清楚 你是已经准备好了 能够去驾驭这个东西了吗 否则你今天 贸然得到的东西怎么样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 你可能会怎么样 受到伤害 这树本来你种好好的 对不对 因为你急着想自己怎么样 想成名 结果怎么样 风一来啦 受到别人很多的毁谤 你反而倒掉 欲绝不振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怎么样 不患无畏 患所以利 你要担心 永远要担心 你是否能够立足在那个地方 所以孔子也告诉我们 临世而去怎么样 好谋而成 有时候我们在面临 很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临世我们要 以一种什么态度 借慎恐惧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事情 不是害怕 而是用一份敬业 敬于世 敬于人的这个精神 去面对这个事情 然后在方法上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好谋而成 好好去规划 好好去规划 怎么去把这个事情来做好来 做好来 我想 只要我们把这个态度把它建立好 我们生命的高度才能够够高 才能够够高 所以孔子在教我们的时候呢 总是在教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生命态度 绝对比你怎么样 学习很多的谋生的能力跟方法 还来得重要 还来得重要 我想这个是轮椅呢 告诉我们的一个生活智慧 我想我们就到这里